建成以后呢,这个你看有游泳池,有灯光网球场,我盖上以后呢,我就分匹分匹的请客,请当地政要啊,政府官员啊,当我请到这个欧洲使节,我请他们来以后呢,当然首先让他们带着参观一下,能开的地方看一下,他们觉得都开了眼界了,开眼界了,结果呢,很敬兴,等着吃完饭。 我们送行的时候,他们感慨了,他说感谢大使夫妇,让我们在欧洲的环境里,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。 这是一个很高的褒奖啊。 秦成鲜明对照是什么呢?这个我们那个使馆隔壁啊,就是日本使馆,日本使馆也新盖了,我请日本大使吃饭,然后我问他,我是你新盖的国,为什么不弄网球场啊? 为什么不要游泳池啊? 日本大使苦着脸给我说,这两项我都给国内报了,国内都给我枪毙了,说是预算紧张。 我一听啊,我感慨万分,我心里面特别得意,我特别得意。 我这终于有一天,这个我们中国外交官将被吐息了。